是由西武队在今年的3月26号出战养乐多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是郭太元担任先发的投手 郭太元在日本参加职业棒球赛 这场比赛是他第一次出场来作战 今天我们为各位介绍这场比赛的同时 我们特别请到了 全国棒球协会裁判组的组长高圈荣 郭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做评论的工作 高先生 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离开我们国家有半年之久的郭太元拖手 这是他这场对养乐多之战 在开始前的练头的情形 当然各位已经了解到 在郭太元主投这场球以前 在今年的3月18号 他也曾经有西武队对中日队比赛的时候 郭太元投了两局 那个时候他是做后援投手 另外在3月的23号 也就是这场比赛的前三天 那么西武队出战大洋队 他也做了救援的投手 可见得他在这场比赛以前 他所以要做两场的救援投手的用意 就是说让郭太元来适应一下美国的职业比赛的环境 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郭太元 他投球的慢动作 在这场比赛里面 电脑的设备特别强调 郭太元 他投球的速度 现在比赛就开始了 这是洋乐多队 洋乐多队的第一棒叫水谷 洋乐多队第一棒水谷是曾经参加这个广岛 同一个中央联盟的一个广岛队 中央联盟相当好的一个球队 那么因为年龄太大跟那个西武队 这个选手的交换 想把去年换到洋乐多来 有很好的选手 刚才我们看到郭太元在画面上投完第二个球 被看到坏球 他自己在那里面带笑容 现在他准备投出他的第三个球 投出 外脚球肯定 连续三坏球 他在日本西武队 他现在球一号码是十二号 经常这些棒球队对这个 这个选手的这个球一号码他们很重视 尤其是民选手或者这个曾经在这个日本留下很多这个成绩好的选手 甚至于他的这个叠号是这个挂起来变得永远缺好的 所以郭太元穿这个十二号的这个西武队的一个号码 是曾经这个西武队的这个直战投手留下来的号码 是 那我们西武队的监督啊是广刚 他的投手教练也是宫田 等一下我们可以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两位人物 同时我们也将会给各位介绍 他现在一类上的就是水谷 现在紧跟着 是没有人出局 第二棒中间手 选钢 选钢是因为这是一个热身赛 而且是不关这个胜负不关太紧要 因为刚刚说过的是仅有热身赛才有这个太明洋联盟 跟中央联盟有这个等于是热身赛 那么选钢是十余 请观众大家知语这个背后多的大致 超过这个四超以后的大致都是二军的选手 那么因为热身赛 教练认为他去年的后半段的成绩相当不错 那么准备在今年的春季以这个新的自带 这个推出来让观众这个亮相 所以在这个热身赛当中 大部分的这个新人都可以出面 那么显然观众等于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仰洛舟的一个新人 我感觉第二棒这个角力相当有关 好的速度相当快 还是名字要棒 全刚选手 我们知道美国的职业棒球了 是最早的 现在日本呢 他的职业棒球是访学美国的制度 所以虽然各位在这里看到 这里面太平洋联盟和中央联盟的比赛 虽然这是在热身赛 所以没有把这两个联盟啊 就是同一个联盟一定要和同一个联盟这样的规定 因为热身赛啊 他尽量找这个 这个好吧 太平洋联盟西武 他就找中央联盟去了 是 在中央联盟 他们有巨人队 广岛 中日 大洋 杨洛多 和 板神 另外 在太平洋联盟 他们也有六个支队伍 包括西武 板级 南海 进铁 火腿 和 落得队 这还是比赛进行到了第一局上半的比赛的情形 那每个联盟 它是有六支队伍 每支队伍了 这一年要打一百三十场的比赛 对队之间 那么 要进行呢 有二十六场 它就是说西武对南海要打二十六场 那么南海对进铁也打二十六场 整个加起来 要打一百三十场 你看这个速度是一百四十三 再牵制二壘去 我们看二雷神的手 奥 那扑手传球传得很快 也在今年的下半年到十月份左右的时候 那么这每个联盟都打出了一个冠军 这个冠军 中原联盟的冠军和太平洋联盟的冠军 在做七战四胜的总决赛 到那个总决赛的时候 当然都希望西武队啦 还有中日队啦 因为中日队有郭源志 西武队有郭太元 还有庄盛雄的乐德队 还有王仁志的巨人队 希望这四个队能够出来 那么在国内将有大批的记者 前往采访最后的决赛 刚才他那个球 他球数时数是一百五十一 那就是等于到目前 郭太元投球当中最快的决赛 这是一个外国籍的选手 在日本的职业棒球队 他们每一个队也可以遵循 两位外籍的 外国籍的球员加入 现在郭太元就是以外国籍的 球员的资格来打西武队的 李宗源 过去大家所熟悉的李宗源 他就是因为 他不是以外国籍的球员 打日本的职业棒球 所以他不受外人两个人 这个限制 现在比赛还进行到了 第一局的上半 这是西武队初战养落多队 好球 这是球数 时数一百二十二 在西武队方面也有两位 没有两个外国籍 三阵出局 国籍元 第三位打者是三阵 现在这比赛进行到了第一局的后半局 养落多队的投手是伟花 伟花32号 身高有178 他的身高跟郭太元差不多 体重75公斤 是一位右投手 现在是他练头的情形 显然看起来他投球的速度 是没有郭太元这样快 但是他比赛的经验相当丰富的一位投手 是因为第一场热身赛 那么西武队排出郭太元相反的伟花被这个杨洛多队的教练 排出第一场的这个直战投手 那么可见伟花在杨洛多是对今年这个整个球队被很看重的一个投手 而且过去的成绩相当不错 是 伟花第一个球投出来 他的时速是130公米 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石毛 石毛他的身高180体重75公斤 打成一个反弹球 非常聪明的拆向一来封杀了石毛 石毛是西武队的一个强棒 曾经看到他比赛一场球 他连续打出两支全力打 警察的第二棒是金森 金森的背后26号 他是左外手 金森的打击 金森的打击 对方的投手是伟花 伟花是稳扎稳打 虽然是热身赛了 但是他们非常认真的 127 127的时速 担任打击的金森 他是28岁 他身高173 打击出去 15掉 成绩手15掉 这是杨博多队的一次15 15队的第一棒第二棒 都是成绩在日本的业余棒组 我们的成组棒组 这是很响亮的一个形式 而且金森是这个高校是PR格局 那么大学是早大点毕业的 然后到西武队的业余群生 这个王子宽内的业余球队 然后四年前加入这个职业棒组队 这是我们的监督 我们的监督是广刚 现在担任第三棒是田伟 田伟右外野担任第三棒 打击出去打了一个平飞球 落得非常的好 安打 这时间我们看金森已经跑回了本磊 得到了一分为西武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 先持得点 一位人领先 现在上磊的田伟 是在到去年 今年刚刚这个转队 转到这个西武队 去年是中日队郭太元队 郭炎制的一个队 有人寄老 寄老了 他们西奥的 演技成统的 西奥同学 都没有办法 请大家将用 Steven Deven Deven记错安打 这个时间天火又跑了这么累 站在第一局的下半局 西武队连走两分 现在是22比0 领先了杨罗多 这种的虽然是戒外 但是被揭杀 被另外一时候揭杀了 已经两人出去 请各位观众 注意这个 这是第六八 对 年龄只有19岁 那么到目前 目前就是现在5月23日 它是太平洋联盟 唯一的全力打打16支 那么夜间 就是一个月当中 打15支全力打的 全力打的一个 有这个记录保一种 很有将来性 现在是 目前是 太平洋联盟 全力打 16支全力打 那么月间 已经曾经打16支了 那么这个记录是 有16支是南海队的 门庭保持月间16支 那么看它今天的表现 就是不是这个 这个画面的表现 就是本来的 5月30号的比赛表现 我们不能突破全力打 我们将一个月间 一个月当中 打16支全力是 保这个 凭这个 钢铁记录 凭了全力打最高的 一个月16支全力打 它的名字叫邱山 这场比赛邱山是担任三类手 上来后面的界白球 邱山他的年龄只有 二十三 这一棒会空 结果 曾经有16支全力打的邱山 被三阵出局 结束了第一局的后半 习武队二倍零领先 现在的比赛呢 进行到了第二局的上半局 该轮由两落多队进攻 做外野手 三浦的打击 现在郭太元 在画面上 在连头 波太元 他在啊 西武队 西武这个地方了 在靠近东京做地下铁大约 在要做一个半小时 在两有一个地方的心 是 所则 所则对 哎 他就在那个距离球场 要开汽车的五六分钟就可以到了 他那个住处啊 记者神经去过 还相当 这个压制的一个小房子 相当的安适 他的生活也非常单纯 平常喜欢听听音乐了 看看电视了 他目前看电视 演变成为职业性的看电视 因为 有很多职业的棒球赛 他必须看 了解人家打击的习惯 投手的习惯 打了一个平飞球 安打 三辅 上来就打了一只安打 这是左外野手 他是担任第四棒 枪打棒 这场比赛是 郭泰源 从事职业棒球生涯的 第一场先发投手的比赛 在紧跟着轮到了 第五棒二来手 独边 郭泰源 投出 128时 外脚球 在一类上的有三谱 再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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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 在第一局上半的时候,郭太元曾经一直给对方三振 打击出去,借外球,借好球 郭太元站在投资板上,他是看起来蛮有大将之风 就是所谓有相当的信心,看起来就不得动 那么我们在目前可以看起来郭太元投资的球大部分是快速进球 绝对没有推行,没有反弹,对外国人选手的并号球 其他地方,对外球,适量的对方打击 平平的跟徒手做些暗号 连续四个球都打到界外球 那么徒手最大的本球就是不威胁 那么你看他快速进球就是... 现在球数是一百五十二到目前最快的一球 最快的一球 他在美国投出最快的球是一百五十八 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 牵着一类 一类上有三振 它来后面,借来 这些羊肉都得从教练加到主桥 他曾经也是很有名的投手 这些休息区刚才看了 有时上场的 有时后备的球员都在那里聚精会神 来看郭太元的头发 好球三振 三振了第五棒赌边 我们看三振的慢动作 他投球不仅快速有力 而且他姿势很优美 再请看到轮到了第六棒广泽 那么第六棒这个广泽选手 就是去年参加欧运会的 这个日本很有名的名字大写的第四棒 那是去年跟郭太元一样的 被很最自重的新人 而且合约军算第二高的 这个一个很优秀的选手 被羊肉都指明了第一位的广泽 在欧运会也有参加 代表那比赢得参加这个 这个洛杉矶的影响 曾经跟郭太元一样的比赛 比赛对 在奥运会碰过头 现在又到在日本 大家一起打职业棒球 广泽这场比赛 但是一类手打击出去 右外野右外野安打 安打登上了一类 一二类有人了 在二类上有三谱 一类上有广泽 我们看郭太元突出 紧跟着是广泽到达了一类 安打到了一类以后 那么轮到了第七棒三类手 那号三十六号的池山 池山的打击 这支球时速一百五十公米 仰罗多队的池山 现在看画面上 一二类有人 打击出去 这个落点非常的好 这时间我们看三谱 跑回了本类 现在是一比二 人类的队还落后一分 在三类上有广泽 直数一百三十一 哦 这也是广刚 右边那是广刚 是习武队的监督 就是总教练 又打击出去 又出现安打 再跑回了本类 现在演变成了一个二比二平手 二比二平手 现在刚才我们看到 背号二十九号的 原来他们第八棒的鼓手 卢泽已经到达了一类 到达了一类 在紧跟着该轮到了第九棒 尾花 尾花 三十二号 这个时间对郭泰元 他这个投球是 有些压力 这个日米两个联盟 那么经常公开在 这个太平洋联盟的投手 是可以指定代打 那么中央联盟的投手 一切采用指定代打 中央联盟 中央联盟是 没有DH 没有DH 对 中央联盟的投手 因为本来投手的打击也相当忙 所以因为他站得最近 而且最灵活 那由于不要他消化太大的力量 而且让观众给多一个人 来打击这样的观众 吸收观众的这个讯息 所以这个日本的中央联盟 采纳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两个联盟 日本也是一个联盟采用DH 一个联盟不采用DH 对 日本也是一样联盟 对 主要联盟不采取 而是太平洋联盟采取DH 所以这两个队的比赛 在西五队的 他们有DH指定代打 是 那养了多队的就没有DH 是 所以现在各位看到打击的 第九棒就是他们的投手 韦花 背号32号 他的投手也出场打击了 担任第九棒 整个打顺的最后一棒 好球 那一脚球 时数是141公里 链子出来 郭太元在日本 有时候晚上回去 喜欢听听音乐 自己添购了一套 非常不错的音响 现在当日打击的仍然是伪化 现在四块球 四块球保送 这各位看到 现在是宫田 宫田 是投手教练 过去打过巨人队 另外另一位 是会讲国语的一位翻译 他是在西五公司来做事的 由于郭太元的投校西五队 特别离开了西五公司的职务 来陪伴着郭太元 所以现在宫田 来指导郭太元的时候 他这个翻译呢 过去曾经在成功大学就读过 就给他做翻译 告诉郭太元 目前需要怎么样在心理上的镇定 同时在球路上如何的改变 现在我们看 是蛮累的情况之下 教练 投手教练宫田给郭太元一致的安抚 现在紧跟着 再轮回了第二轮的第一棒 是游击手 水谷 坏球 偏低的坏球 不停一致抓他的帽子 就是习惯好像 习惯 是不是按号 不是按号 好像一个 紧张的时候找一个动作 动作 修行一下 安定自己的心情 坏球 好球 一好球两拍球 我记得过去 在亚洲杯的时候 郭太元 从今在最后一天的比赛 连投两场 投对韩国 又对日本 投了17局 所以他体力还是相当好 因为很有协调性 脱手当然要靠整个身体 高的小股 比较低的体力 那么 在国内或者日本 他们现在完全标准的脱手机 也不太回 也不太瘦 那么该有的地方 有的 比如说他的 肌力 这个肌肉 这个大腿 在日本的脱手 有名的脱手 算起来 高太元 这个大腿 已经算上了 他的高飞球 哦 所以落点 非常的好 又是安打 又跑回了 一个跑者 在现在已经演变成为 4比2 两个多 领先了新武 我们看方才这是第二轮的第一棒水谷 国太元投出了时速1747公里的一个直球 结果被打到左外野 安打 二连安打 在这半局被养了多队一口气功得了4分 又打击出去 戒外球 戒外球 这是第二棒的悬杠 这一阵的养罗队队的猛工 是给国太元是一个考验 给他带来了压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国太元确实一个不辉煌 就是一个辉煌的脱手 他虽然被集中安打 但是他的投球的配置 完全不会因为被机器安打 所以他把仅有的 他本来的投球的配球 绝对没有放 这是一个大将的风 相反的 也许是热身赛 但是我认为是 戏武队 这个期待 这个郭太元 同时看重郭太元 在这样紧要的罐头 我不会把他调换下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 对他的信心 对他的信心 这是宫田投手教练 过去曾经打过巨人队 曾经随着巨人队 来到排中市集训过 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 太平衡外侧上滑 外球 我们看这个球有点上飘 在斜上方 再投出 郭太元投了一个内角球 结果三振了 他们的第二棒的玄刚出局 现在四比二 杨老多领先了西武队 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二局上半的比赛 现在杨老多队一轮猛攻连得了四分 给西武队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尤其是给投手郭太元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二局的后半局 西武队的进攻 这场比赛是西武队后攻的队伍 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第七棒 一东 他投了一个慢速球 这个速度时速只有98公里 一东打了一个左外野的高飞球 被左外野手截杀 截杀了第七棒出局 一东出局 在紧跟着轮到了第八棒 钢村 这个三连手接得好 一类前被封杀 那是第八棒的钢村 好球 现在轮到了第九棒 二类手 清拳 戒白球 本来附近的戒白球 清拳的打起 这阵子看着 杨乐都对他的士气打起来了 好 这个投手 现在完全进入情况 差点是出生球 这是 第九棒的清拳 这阵子 你讲外侧 快去 打击出去游击前一个反弹球轻松的摔向一来 封杀了9棒的轻拳出去结束了第2局的后半 这时候的比数是4比2而言 都对你领先 现在比赛该进行到了第3局的上半了 那大家看波泰源再次出场 这是在第3局的上半 杨洛多队的史密斯担任打击 他是担任第3棒 这个满脸胡子 这大胡子 那这位球员他打击的姿势啊 肩膀压得很低 经常日本选手 亚洲选手比较被这个知识 被教练来 这个要求很严重 那么欧美选手就顺势他击人 他们是强调碰球的一叉好的话 不太高兴他们这个打击击辈的姿势 这个史密斯的肩膀这个打球 挥棒的有点像打高尔夫球 左肩膀压得特别低 你看注意到 那么看波泰源 如何来对付史密斯这位打者 他担任第三棒 这帮挥空结果三阵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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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轮到第四棒 三谷好球 他是一号球 三谷是羊乐队队的前打棒 他在前一棒打击是击处安打上来的 是 我以后的是羊乐队的前打击是羊乐队的前打击是羊乐队的前打击的前打击是羊乐队的后手 在西武队方面对郭泰元的期望很高 对他的期望很高 尤其是宫田教了他很多 宫田他是一位投手教练 去到那里的时候 看宫田跟郭泰元学国语 学国泰元教他讲中国话 因为郭泰元我们大概是熟悉的 不是像日本一般的所谓是新人 但是不是普通的高中订业或者大学订业 曾经在我们中华民国参加世界大赛 很多很要紧的比赛 郭泰元都很好的表现 那么西武队曾经要挽留郭泰元下来很大的功夫 尤其最后跟这个技能队这个垃圾战 所以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异财 那么本来他的情绪都很好 他们有看好过代理 那么到日本去以后 在这个东西训练的时候 他们整个教练团就在一起认定 所以说到底他们有的情绪绝对没有看错 所以把他还像这些人的宝贝一样 尽在一起 哦 打击出去 谢谢吧 他的背力相当强的这个山谷 他不是以书里来把他的第十贤子站立起来 本来杨乐多个一个第十贤子叫大生 是在职业本处打了将军二十年 二十年很强棒 而且长达的 军队代表打了三百七十 那么明明就打了 那么普通的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大生 把这个第四棒 我们看现在这一百五十三 对 他目前最快的 最快的 刚才那个信号打出来 就是说他这场比赛投出他目前最快的球 五百五十三 刚才提到的那个第四棒 对 由那个三三谱来提 提补第四棒的位置 那么他一直是 在他们的队上 我们在打点或者打准全面打 是真正的第四棒 把这个大生的阻碍 推下来了 现在是日五十年中央联名 我会经常在这个打击 前十年 站在里面 他在过来也给他投了四块球 保送三谷登上一类 现在紧跟着轮到了第五棒二来手杜鞭 这支球时速一百四十四 这支球时速一百四十四 因为郭太元曾经有158 或者今有153 的这个快速支球 今天的话 尽管职业队的投手有145左右 就算一个很快速支球型的投手 这一棒飞空结果三阵 三阵了杜鞭出移 到目前为止 郭太元回对方三阵已经有四次 前面一棒的一个美国选手 史密斯也被郭太元三阵 刚才杜鞭也是被三阵 现在紧跟着轮到第六棒的广泽 广泽的打击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的上半 目前四比二养了多队 领先了西五 这是广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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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十四五 146 投140几很轻松 经常 经常一个对 经常一个投手来讲的话 145 146 净少了一个球队 145 146 他投影很轻松 一下就投出来了 日本的投手 用很大的力气投投到了140 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545 广泽的打击 他是单人第六棒 你像郭太元这样好的条件 日本职业球探和他们球队当然欣赏 他签约金是大约在一千万日币 签约加入一千万台币 一千万台币 对 对 嗯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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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月薪儿 他的月薪 他的月薪 还是年薪 怎么算法 嗯 经常他们的合月薪 就是他们的安家会 所以因为 职业选手不晓得什么 或是身体状况不好 或是全场看错了你 因为要每一个选手去 他们有权利马上给你解雇 解雇 所以我因为要保全我自己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讲好 这个合月薪就等于安家会 所以说要我走的话 你要给我多少钱 所以这个钱是比较多一点 那么以后的 我认为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年薪 所谓年薪就是看你的成绩 那么一个新人呢 一个新人的话呢 因为还没有表现 所以他不晓得你有多少的成绩 那么第一年金桃产 四五百万左右已经算得很好 那么再四五百万日币 所以年薪就一个月 那么美国的话呢 美国的年薪是算比赛当中给你的年薪 那么休息的时候就不给薪水 那么日本的这个制度不一样 他把十二个月 甚至于这个冬季休息的时候 就把你的年薪分给十二个月给你 给你薪水 对 那么一年的比赛完的话 就在这个十月他们比赛完的话呢 到过年左右 就是新年左右 他们有一个新的合约 就是我今年老板 要你再继续聘的话呢 大家都讨叫还叫 要看你的这个 他们的电脑做得很清楚 我们一年的脱手画面 或者打击画面呢 你助攻多少 你事务多少 就全部算出来 那本来给你多少呢 你今年超过那个成绩的话 我要给你这么多 那你认为我不只这样的话 可以跟他讨价还在 相反的年成绩比去年快 那么去年的薪水 年薪也这么多的话呢 他就要给你减轻 那么减轻不能超过25% 因为要保障这个生活 那么加薪的话呢 甚至有三倍四倍 所以都没有限制 都没有限制 那么因为啊 他要提拔一个明星球员的话呢 一方面好像一个大于一方面是广告 好像我这个球队 有五千万的选手 有六千万的选手 所以只要你有这个实力的话呢 老板不会让你太自丢 老板不会小心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中日队的 所以过来言之 现在已经有三千多万的每年薪了 那么就等于在第一年是四百万 那么第二年表现五星多 就变一千万 那么第二年有九星 变一千百万 第四年有十三星 那么薪水 每年每年可以这个调整 是 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田伟 担任第三棒 在前面的两棒是第一棒的时髦 一垒钱被封杀 第二棒的金森也是在一垒钱被封杀 现在是田伟担任第三棒 又是界外球 现在东台员他等于是千月金拿到了他一千万日币 第二个台币的这个数目 因为他每个月 每个月的话 我想他的年薪在 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一般新人的这个日币 给新人的这个平均的那个薪水的话 不会超过一千万 不会超过一千万 因为他们有一个 大致有一个默契 所以默契就是不要球队吃费太多 那对新人他有一个 那个默契和规定 他有一个一个一个 没有明文的规定 是 那么以后你表现多少的话你就補好 那我相信是第一年 你国产可能超过日币一千万 是 他在天尾担任第三棒的四块球保送登上一类 steven 美国的选手steven担任第四棒 他是一类手 他的身高在180 他过去打打过芝加哥 对在美国打芝加哥 嗯 借败只要算借败球 steven他的身高在183体重有84公斤 他今天的年龄是34岁了 他打过旧金山队 打过美国的 Tonex队 也打过芝加哥的球队 到日本来打球已经有四年的历史 打了一个平飞球 打了一个平飞球 他平飞球是从下往上飞 蓝打 save 帽子都要 你看看的话已经去掉一大半了 steven 你看 完全像打高尔夫球的姿势 从下往上飞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蛮紧错 他好在哪 好在 那个相当低的球 但是他的球棒的这个 木棒的这个吃的部分 不像打高尔夫球 是低的 他还是这个很平的 那么我们打击最要求的是 不能这样勾上来 那么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打高尔夫球 你真的 就寄出了一只安岛 steven 好多了 刚才寄出安岛的 是 片瓶 片瓶是曾经在 最近带走 所以知道他是年龄高一点 那么他是 两年前还在属于 所以现在我们回复回来的 高音节以来发生的 是一个南海队 南海队的第一雷手 有外人参加 所以这个片瓶 能对待这个戏队 出生前 24号秋山被球击中 在紧跟着人到了 第七棒的一路 现在一二雷有人 一东的打击 好秋 打击出去 游击手 传二雷 三人出局 结束了 第三局的后半 目前是4比4 评分秋色的局面 有观众现在比赛 进行到了第四局的上半 戏舞队的投手 仍然是郭太元 眼罗多队的打击是池山 池山是担任第七棒 目前郭太元 在日本投球 他整个的记录是 胜了五场 败了有三场 合了一场 黄玉利 黄玉利到前天是第一位 昨天被 他们的一个 就联头手 叫杜鞭 联系每次就联成功 到今天 黄玉利变第二 变第二 刚才的池山被三阵出局 组的一体就是 现在跟郭太元 搭配的这个捕手叫做宜东 这个宜东也不是 大学明星 也不是中学的明星 那么西武队在四年前 看好他将来性 那么就把日本人要这个 要新人要抽签的 那么他把抽签的这个 也就是违规 很可恶的违规 他在学生的时候 学生时代就看好他 我们将来性 那把他送到这个 西武的Prince Holder 就是这个王子幻殿 当作职员 那晚上用功 百天 在这个新人的养生所 养生这个衣东 那么果仁被他们 没有看错了 那么两名以前就 其他的人 没有这个资格指引他 那么他就很自然的 变成这个西武队的捕手 那么去年 曾经是第一次 出场最多的一场去年 那么 做一个当 普通当捕手的是 应该顿的时间很多 那么这个跑步的动作 比较顿一点 那么倒雷几乎是零 那么伊东去年比赛 113场当中 他的倒雷有20起 是一个日本 这个独手倒雷最多的一个 最多的一个 那么现在西武队把他 配这个郭太元 准备养成这个日本最好的 一个打蛋 现在担任打击的 是第九霸 背后32号的 尾高 你看郭太元再拖出 好球 结果三阵 那三个打者 两个被三阵 一个是一类前辈封杀 结束了 第四局的上半 是养老多队的进攻 没有能够得分 现在的比数 仍然是4比4平手的局面 再紧跟着轮到西武队的进攻 打着第八棒 钢村 钢村是一位左打手 打击是一反弹球 一类手接着球踩雷 封杀了第八棒的钢村出局 一人出局 这是第九棒的清拳 这棒挥空 是个慢速球 挥棒 这位投手 他喜欢的投这个下队球 喜欢用了很多次的下队球 现在是清拳 太偏向那一次 这是第九棒 清拳再继续打 仍然偏向内侧的坏球 一人出局 四坏球 四坏球 四坏球保送了第九棒的清拳 登上了一类 四坏球 一人出局 再紧跟着这是时髦第一棒 是阴赛 这个时间我们看 那在一类上的清拳到达了三类 时髦到二类 这个司马是目前在日本职业队被认为是攻守居家 是可以代表全日本最好的游击手 精彩的游击手就是责重于这个手臂 那么这个司马是在业余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打击手 我们经常有这个二十左右 现在我们看金森又打了一拳一拳 现在跑回了本蕾 跑回了两位 现在两位跑者跑回本蕾 现在以6比4领先了两楼洞 刚才您提到时髦 那个时髦他身手相当交健的一位游击手 是 经常游击手我刚刚讲过的是责重于这个手臂 不太重复于这个打击 那么时髦不是因为打击好 那么教练舍不得把他人手让给鸡蛋 他既然攻守这个手臂也好 这个肩膀也好 加上他的这个打击好 被攻击了这个十二个群 日本十二个群队 十二个群队人员最优秀的一个游击手 二类手快传到一类 一类封上 一类封上 再紧跟他该轮到了第四棒 Steven 好球一好球一坏球 好球一好球一坏球 四局的后半局 切发球 经常日本职业棒球队的这个队员 尾花是在杨洛多里面是九民内 那九民内在里面他们投手的教理 还分着鲜花投手 救援投手 最后的短期的短期的投手 那尾花是属于鲜花湾投手的投手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鲜花源头的一个正开的投手 它的九层经常在140公里以下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波台银的140级在镜台出来 不是已经很了不起的一个速度 现在第四局的下半结束 目前是6比4 西武队领先了养了多 现在比赛我们跳到第六局的上半 第六局的上半 因为第五局上半和下半双方都没有得分 到了第六局的上半 现在我们看比赛进行的情形 第六局的上半 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第七棒 第七棒的池三 我现在第八棒了 第八棒了卢泽 卢泽是在养乐多队担任不守 本来后面借外球 背后29块 第二次好球 不在多远他的身高178了他那个整个的身体的肌肉啊骨骼长得非常均匀而且动作协调 这边回空三阵了第八棒的卢泽 在紧跟着轮到了第九棒 马尔卡诺 就是可能是带打 那么值得一点 马尔卡诺 现在这个外籍选手 这个外籍选手 那么到目前五月三十号 三十一号目前是外籍选手参加日本职业队的安打是最多的一位 这边回空 安打说最多 这等于就是他在日本打职业集团队在外人外的人里面是群人最长的 三类前一个反弹球三类手快穿到一类一类前封上 马尔卡诺出去 结束了第六局的上半 现在我们看第六局的下半 现在换头手 现在 杨洋多队换了 高野 高野 这一把回空 但是打击的是清拳 第九棒 这一把回空 又外野手 接杀 接杀了清拳出去 再紧跟着等到时髦 就方才高先生所提到的那个是日本的职业棒球队十二个球队里面最好的一位游击手 那杨洋多放下来这个高野投手是两年前从日本的东京又大学的一个立教大学立教大学 立教大学的进队前的教练昌达毕业的很有名的立教大学毕业的很有名的 但是后面借外球 我们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记者曾经到日本去也看到就到这个球场去了也看到国泰园也这个时髦在那场比赛里面对金铁队 金铁队他连续打出两只全类打出的 打得相当漂亮 这紧跟着金森 金森担任第二棒 而且时髦跑得很快 对 我刚刚讲过他那个封锁的指甲的一个人这个群手 连向外侧再拖出 打击出去 接近手套 结束了这半局的比赛 第六局的后半 现在比数 本来是6比4C5对领先杨乐多 现在比赛进行 现在画面比赛进行到了第九局的上半局了 现在也更换投手 第九局 第九局 第八局第七局上下两半局都没有得分 那么在第八局 上半 那么养乐队得一分 下半 西武队又得一分 所以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比数是7比5 约之后 封锁 接杀 接杀了青岛 出去 紧跟着球一号码三十七号的中间手第二棒 延下 这个一类手十五 一类手十五 延下 上 在紧跟着Smith第三棒 两个多队的Smith来人打击 现在换上来的头手叫森 森林的森 因为野高飞球被揭杀了Smith第三棒出局 打胡子的选手 紧跟着轮到了第四棒的三浦 做外野手 好球 整个在这场的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也要介绍了就是郭太元 投出最在日本最快的球 目前是153公里 就是这场球投出来的三阵了对方有四次次坏球有六次 给打者有27人次投了125个球 应该是安打给对方安打数是五四十分四四四四分责任十分是四分 当然这场比赛是这场比赛是这场比赛的胜利投手 因为现在的比赛已经到了第九局的上班了 目前西武队是7比5领先 因为西武队是后攻的 这半局如果是养了多队不能够得到两分或者两分以上的话 那么比赛就要结束了 现在投手是森 他是救援投手 是接替郭太元的后援投手 再投出 这帮挥空 结束了这场比赛 比赛的结果 其XB5 西武队击败了养了多队 没有